你有試過直播或打機有貨過金嗎 有 有,是直播 這是課獎嗎 買一些較漂亮的護膚或較漂亮的武器 最貴是多少錢 最貴?一次就1200元 那你聽過最誇張呢 3200元 我誇張一次 來吧… 最多780元 剛貨過1000元 那你聽過最貴是多少 2000多 一、兩萬 打機課金當然不僅只有香港人喜歡 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案例 內地曾經有兩個小學生 拿了爸爸車禍死亡留下的 二十多萬人民幣賠償金 課金打機 英國又有七歲小朋友打機課金 課到家人要賣車填債 也別說不誇張 手機遊戲盛行 本來用來打發時間無傷大雅 但有調查顯示 疫情之下多了時間留在家裡 很多人除了打機, 還負多了 美國一項研究發現 市面上的兒童手機遊戲 有鼓勵消費機制 幽兒隨時會沉迷手遊 瘋狂貨金 香港有輔導機構指 收到很多上網承引求作個案 當中不少高中生 還貨金搞到欠債高達兩三萬 最多那次貨是多少錢 五千 最多那次五千 應該是 是 其實一年裡 記得貨了多少錢給她嗎 一年了 十萬 胡小姐的女兒今年十五歲 平時喜歡打機、看直播 有時為了快點升, 會貨金 看直播主唱歌好聽 又會貨金打賞一下 但一個初中生, 貨金十萬 誰得來這麼多錢? 當然就是家人辛辛苦苦 賺回來的積蓄 我需要用錢去交學費 然後在家裡的桂桶拿錢 就發現家裡的錢全都沒了 我就查他的手機 查他的微信的錢包紀錄 和支付寶紀錄 一查就嚇死我 他原來幾年前已經在家裡拿錢 加起來有四十萬八千 現在上網貨和用手機查資料 這麼普遍 家長看到小朋友用手機 很多時候都會以為 他們在做和學習有關的事 就算知道他們正在打機 也未必知道他們說什麼 甚至不知道原來市面上 大部分手機APP雖然免費 但裡面有內購功能 消費金額可以非常大 其實發現女兒課金了, 你怎麼做呢 我第一時間查他的手機 查他的手機 我查的紀錄其實挺令人驚慌的 是 這裡是他充錢的紀錄 很多 是, 一千、五千、六千 是開始的五百 到後來就越拿越多 沒了, 家裡只剩下過年派利士 的二十元 然後我就繼續查他的紀錄 然後跨過他在幾個平台 那些料流水的紀錄 我抽了十幾頁 有幾個平台 有直播平台, 有有遊戲平台 一查之下, 發現女兒不僅課金打機 原來花得最多 是在一個內地遊戲直播平台 看回付款紀錄 女兒在這個直播平台 消費至少一千五次 單字最高金額還超過六千元 胡小姐計算過 女兒在這個直播平台 用了近三十四萬港幣 這次沒有了一個問題 因為今時今日 大家都生活很困難 已經沒有公開 因為最擔心的就是女兒思想的問題 他到現在 都不覺得這個人是一個騙子 即他… 他親口跟我說 他賣了十幾萬給他 但我不知道他經過平台消費 三十幾萬 有多少賣給主播 有多少是平台的其他消費 說的這個人是誰? 其實是一個內地主播 胡小姐以為女兒只是看直播 欣賞她的表演 才課金打賞 誰知道原來不是崇拜偶像那麼簡單 主播私下跟女兒還有信息來往 你跟她認識了多久? 差不多三年 你覺得你跟直播主的關係是怎樣 挺好 可以用男女朋友的關係來形容嗎 我跟她一樣 我都覺得跟她一樣在拍拖 對嗎? 不要以為這個主播很英俊 吸引到很多人看她直播 其實她只有五百多個支持者 而且只是聲音主播 聽聲音不見樣 對, 習慣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粉絲 就是女兒連她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覺得跟別人是男女朋友關係? 看回女兒跟這位主播的對話內容 他們從去年開始就天天聊天 她經常都會說, 寶珠? 你真好, 你真漂亮 太愛你了, 也很曖昧 何時開始她有沒有叫你 不如你也課金給我吧 是何時開始的? 是我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課金? 即是你第一天進直播室 就會課金給我嗎? 我不是, 差不多認識了一個星期後 為何會課金給她? 最初是覺得她唱歌挺好聽 然後就… 這位主播還會問 傻乎後發年花錢, 餓死了 寶珠還有餘額嗎? 我以為你多年還有 雖然女兒覺得跟這位主播的關係 不是見激於金錢 但這些對話內容不少有提到錢? 你有跟她說錢是媽媽的嗎? 有 但她知道你在家裡拿了我的課金給她嗎 是嗎? 她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嗎? 好, 現在問媽媽 其實會否擔心自己的女兒 可能被人騙或是怎樣 她只是被人騙 因為她剛才說的男生 那個主播沒有跟她要錢 你看幾年的流添紀錄 全部都在這裡 不停地跟她無添水法 要賞卡, 要她賺錢 其實內地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 上年頒布了限遊令 女兒沉迷這些內地開發的遊戲和直播平台 用戶必須進行實名認證 而且對於向未成年人提供付費服務有規範 貨金金額有上限 16歲以下用戶單次充值上限50元 一個月最多只可以充值200元 女兒只有15歲 就算實名認證了 以她的年紀都會受到規管 怎樣可以在這個平台上用到這麼多錢 原來主播知道女兒未成年 不可以課金 所以介紹了一個中介人 這個中介人會提供身分證 電話號碼和驗證碼 給她做實名認證 有了成年人身分認證的帳戶 女兒想透過平台課多少禁都得 最近內地還規範網絡直播打賞 明確規定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 禁止網站平台為未成年人 提供現金充值、禮物購買 在線支付等各類打賞服務 平台還要優先受理 及時處置未成年人 相關投訴和糾紛 如果又慕容成年人帳戶打賞 必須按規定退款 那現在平台可否可以退款錢 我和幾個平台都有 打電話號碼和客戶反映這件事 現在退款錢的就是遊戲平台 3萬3千元港幣 為人民幣是2萬9千多元 他退了九成,退了2萬6千元 大數30萬左右是完全沒有下落的 我還要繼續跟平台溝通 我們在香港,那個平台是虎牙直播 是團訊旗下的平台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理會我們香港的這件事 還有香港,你如果在大陸報警就可以了 警察會幫你去處理 我有報警,有在警察局備案 但是警察說他們的執法不能去大陸 我的人又想不到他 我拿到電話號碼 我又不知道怎樣傳給他們 我又怕他們不理會我,不騷擾我 我又不知道平台可以退款給我多少 那個主播找到他的人,能否退款 可以退多少成給我 我還要退款還不夠,交律師費 我又不知道他何時可以退款給我 所以我現在頭也通了 其實在內地,報警很大機會可以追回 但是現在通關無期,不能回到內地 令他非常無助 除了內地,其實不同國家和地區 都有立例規管清晨年打機時間 和課金的金額 避免年輕人因為思想行為發展 未成熟而過分沉迷遊戲 甚至染上打機癮和課金癮 其中一個,我想是女孩子比較多 一個情緒的…我們稱為情緒支援 在打機過程中 或者在一個網絡的世界中 有很多情感交流 慢慢地我們會依靠這個平台 令他與不同人有關係的連結 到後期,某些遊戲有課金成分時 變成可能他自己慢慢慢慢 他可能放多了錢,他都不會知道 青少年對課金沒有清晰概念 在香港,如果大額課金 家長要求取消交易可能會有困難 雖然銷委會曾經建議 有關當局可以參考內地 日本和台灣等周邊地區 針對手遊的銷售手法 中獎機率、退款機制 未成年人消費等定立規範 但香港暫時還沒有相關法規 不過其實沒有法例規定也好 要避免子女沉迷 家長和子女應該多點溝通 不能全部怪女兒 蠢、不爭氣 又要賺錢養女兒 又要沒有時間交流和陪女兒 現在就弄了這樣的大頭髮 現在就辭了一份工 忘容保留 希望用最大的精力也好 時間也好 可以矯正她的價值觀 以及矯正她的思想 希望可以拉回來